然後第四章基本上就是對於你第三章所提出的那些內容 然後再做一個模擬 就是再做一個驗證 其實也是剛剛老師也都有提到 就是這邊你就開始 那如果有另外說 或是有其他的方式的情形 怎麼樣例外的特徵 或是有什麼樣東西的時候 那這部分就會在這個第四章進一步的 就是再去做另一個面向的探討 比較分心 還有一些衍生性的探討 就會放在第四章 然後最後第五章是結論 那結論的話 其實結論相對容易寫我覺得 如果你的論文一到四章好好寫的話 那結論的話 基本上就是重申你的研究動機 當初為什麼要去研究這個題目 然後你的論文裡面 能不能夠你所研究出來 你當第一章到第四章 其實嚴格講是第二章到第四章 研究出來的成果有沒有達到你當初的那個設定 然後你的價值何在 貢獻何在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把前面的那些東西再把它結論出來 那基本上結論是不會有引柱的 你要注意 基本上結論裡面通常不會有引柱 會有引柱就很奇怪 因為你的結論應該是你剛剛前面研究過的東西 最後做一個總結 那應該都是你個人的看法 然後那個參考文獻 大概一個論文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不細講 那論文進度的講控 這基本上就是你要自己要確定好學校的時程 那些東西 到底什麼時候哪些手續要提出 然後最好是我覺得你每一週都有固定的進度 就是你一定要 像剛剛老師也有提到 就是你要讓自己沉澱 然後讓自己有一段時間專心的去寫作論文 而且你要逼自己每個禮拜至少空出哪幾天來寫 然後你每一個禮拜都有一些進度 這樣你最後才有辦法湊出一篇論文 才會有一篇論文 那當然希望不是用湊 如果是越能夠比較厲害 那當然就是寫的比較好的 如果真的不行至少你每個禮拜有寫 還有可以湊出一些東西來 然後一定要保持跟製導教授討論 不然的話你到時候寫完 你自己覺得寫得很好 然後給老師一看 欸這個第二章第三節 這個整個都不用 都在寫什麼不需要 那第三章也不需要 然後第幾章 什麼本來十萬字的東西被刪 刪只剩兩萬字 因為你沒有跟老師討論 老師你的 老師預期的東西跟你所寫出來的東西 不一樣的時候 老師就會叫你刪 所以這部分你一定要記得保持聯繫 然後每次討論完之後 好像那時候 我在日本寫論文的時候 每次討論完 我就會立刻回去整理 老師告訴我的地方 然後把它改完 立刻E-mail送給我的老師 因為這樣你就會 因為你剛討論完最有印象 然後趕快立刻有討論 你就趕快把它摘要出來 然後趕快去送給你最好教授 讓它知道 然後再來最後就是日本資料庫的簡介 那日本資料庫的簡介 其實這個部分 我以前其實在那個 剛好是原造的 越旦 因為我寫過一篇 所以有一些資料 請你上網 我幫越旦打個廣告 所以就是 你可以到那篇去參考 那基本上 我今天先介紹一些不用錢的 因為 那個商業資料庫 當然就是需要 要有錢或什麼要有登錄 然後這個部分就另外講 那一般其實免費的資料庫 其實也很多 像如果你要查法令的話 那你大概到那個 總務省的法令Data 這個部分 就可以找得到 然後如果條約外務省 然後如果你今天是 像官報啊 政府刊行物的 像官報檢索 官報的話就是 你只要是要透過政府公佈的 像條那個法令 一定要經過那個官報的公佈 所以在官報上一定都找得到 所以要找法令其實不難 要找日本的法律條文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這些 都是免費的 然後一些那個 地方自治團體的法令 大概也都是 這些都有一些免費的Data Base 可以用 然後 比較麻煩的是 剛剛那種是現有的法令 你要找很好找 那比較麻煩的是 舊的法令 例如說你要找一個那個 明治時期的啦 或是什麼 大政元年的啦 等等的齁 那那個就比較麻煩 因為那個現有的 那些就找不到 那你就大部分 你要找免費的資料會 有 可是 很容易缺 像那個 像這邊提到的幾個 像他是平成13年以後被廢止的法令有 然後還有像中野文庫的話 他是算是比較早 他大政15年以後的 然後還有那個 昭和元年的 大政15年跟昭和元年的 這兩個他有收入 可是其他的就沒有 所以要找明治時期的也找不到 然後像那個Rome的六法 這個也是1947年的 所以明治時期的他也找不到 所以那個舊的法令的話 大概他也是晚禁的 他也沒有到很久以前的那種 他沒辦法一個完整的 所以大概也要透過商業資料庫 比較有可能 那像我們在日本比較常用的 大概就是這幾種商業資料庫 那裡面啊 你可能覺得 哇那這樣我們就用不到 你不要放 你放心我們後面會介紹那個TKC 這樣我 像我們學校就有買TKC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用 我會介紹一下TKC 然後對於不懂日文的 還有英文的資料庫 不是英文資料庫 對不起 不懂日文法 日文的 那你要看條文的話 你想要了解日本的條文 他們是 雖然沒有 他們的政府啊 有一個那個公開 有一個網頁喔 Japanese Low Translation 這一個網頁 那裡面就用英文 他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有英文 就像我們台灣一樣 也不是所有法律都有英文 可是大部分重要的條文他都有 所以你大概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網頁去找到英文的條文 就是英義的日文條文 然後判決的部分啊 你大概就是 基本上你就是到各 那個裁判所 那個統一網站 就跟我們的那個法學 法學檢索那裡有點像 那也有最高法院的 各地裁判所的這些 那如果商用網頁當然就更好 像我們等一下後面會介紹TKC 其他也都幫你做整理